在路旁的大树下,日晒雨林做环保虽然辛苦,但是志工们都无怨无悔 我们也祝福人家龙新春能够早日有一个环保站 在马来西亚,此季的环保之业也已经生根了25年了 个环保站最早的功能是资源分类,慢慢的演变到现在 更延伸出了社会教育的良能 谈到了环保,除了希望地球可以永续发展之外 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希望这个环保站可以成为志工们 还有馈众们的心灵环保的修行道场 志工做环保其实不忘善待土地 在郊外邻的环保教育站,那边有一片小菜园 志工透过了友善农根种出了蔬果跟大家一起分享 人人开心做环保,心情开朗了,健康也跟着改善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菜园 我们的菜园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蔬菜,有南瓜,有番薯叶,有四点豆,还有埃及,帝王菜 刘梅花热爱园艺种植,将郊外邻环保教育站的一块土地打造成蔬果园 我喜欢自然的东西,我喜欢它的土味 就一面种,一面看它成长,一面照顾它 看到很多甲虫五六只,真的很开心,由它来欣赏 所以每一天我都看到,我很开心,开心 但是我看到,诶,怎么这个虫哦 那些叶子为什么这样缩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引到它呢 原来这是甲虫咬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被它毁坏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虫移去别的地方,过后那个树就长得好美 让动物与植物和平相处,刘梅花也会透过友善农耕,让土地回归自然 其实我们是把它给植物当肥了的 所以你只会很有意,我说它因为它有钢子,不需要拥有,就是这样 如果有加上那些咖啡啊,或者是香蕉皮啊,就更好 植物更有茂盛,更快长大,更肥 蔬果园也是修行道场,耕种过程,做中学 其实我正在拔做那种草野草的时候啊 我就是一面拔,一面把自己烦恼,就是慢慢的弃掉它 蔬果收成时分享是另一种喜悦 环保占领,志工回归,简单生活 要整个拔工程上,东西 餐馆 就 значит,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做一点自己种菜,太意识了 但讲一个节目的 ASHC 我工作在SKTaman Desa 作為助理的教育 今天晚上晚上會來玩的 並帶家人一起加入IT球行列 我做的工作是要做的 我做的衣服 因為我做的衣服 所以我們沒有想想 所以我感覺到很盡心 我心疼的心 我支持我 环保战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没有肤色之分,更没有宗教之别 大家犹如一家人 资源分类是环境环保,也是心灵环保 专注分类的当下,暂时忘记病痛 我是有几种病的 不过你做了这个事件,有多数运动 可以減少病痛 我们可以环保地球不那么麻烦 你来这里开沙漠吗? 开沙漠 这里有朋友一起做 家里自己一个人做 有些子女,水灌 出锅后他们就觉得很轻松 出锅后没有什么好想 他们就想到明天就要去做环保了 就有一个推错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棒 好像他不爱讲话的,不跟人家沟通的来到这里 他慢慢慢慢会跟我们谈天啊,讲话 环保站在小区发挥功能 大家相遇做环保,走出家门也打开新门 麦袋李婉俊,陈映曲,吉隆坡报导 在小区发挥功能 因为是我们的电视运动 你不认为是有什么 你不认为是一种